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这节又是许流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布》 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次回来讲讲47人初选案的花边新闻 好啊 这个王之锋有如七刻之中的营火虫一样 就算在什么环境都好 都是这么明亮、这么出众、惹人注目 是吗? 是的 真的猜不到 他已经在监楼里蹲了一段日子 但是小猜不到 到他有份出场的时候 怎样都会有新闻可以捉到他 有得拿他来做题材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47人初选案 要不你就说 哎呀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审 审的时候你又说审得慢 或者可能对于审讯有这么多意见 尤其是这个王之锋 其实他就是属于认罪的那一批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开始的90天的审讯 集中火力就是这16个不认罪 怎样去将他的罪证 怎样帮他们辩护 可能他们有《我在法庭的自辩》 有这些东西 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90天里面就很精彩 大家都知道 外面有什么排队 等进去做旁听司 有很多风风雨雨 有些人说 你为什么带凳子来 为什么你不肯看镜头 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婆你懂英文吗 我懂ABC 我懂什么 我懂什么 英文可以拆开一点 因为可能真的 虽然是用英文审讯 我们不是代表了 那么多个被告人 他们都能够 英文都叫做那么好 也可以安排一些翻译 即场翻译给你听 也有的 如果法院里面那么静 其实如果你是阿婆也好 阿公也好 英文不太好 也好 你隐约都会听得到 那个翻译究竟在说什么 因为环境比较静 还有 就算阿婆不懂英文 我都不明白 有些阿婆英文很厉害的 你看看那位 经常出现示威那位的黄婆婆 她懂英文的 对啊 她在外国工作过 还有 有时在庭上 会播一些会面记录也好 甚至乎他们在不同地方 出席论坛 剪辑了什么罪证 都可以看看 这个没有所谓 没错 那先回来吧 王之锋 他就不需要排队了 因为他有特等值 就是他们已经认罪了那些 也都可以允许他们列席在旁听 因为始终这宗案件 都要关注于他们的问题 他们有份来听 都觉得OK 王之锋 袁家伟 岑傲 朱凯迪 吴敏 冯达进 他们都被安排 跟这宗案16个要受审的被告 一起安排在法院 同一个犯人栏里面 即是王之锋 都不介意 一次生 两次熟 很快就进入大结果 自己坐在犯人栏 被人看猴子那样看 都没什么所谓 可能第一次 习惯了 一开始有点尴尬 坐下坐下都没什么所谓 又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根据定交署的安排 例如一些获准保释的被告 会和一些还押的被告 分开坐 坐下坐下 什么都好 殊不知 来到旁听的王之锋 看到一些报导 究竟是认真还是玩家 说他精神不足 表现轻松 一早就昂然阔步 踏入犯人栏 也主动和其他坐得比较前排的被告 打招呼 还有说 这个聆讯期间 也好几次 和他身边的冯达进 吴正亨 甚至乎 情交人员都和他们吹下水 挺有趣 挺好 很熟 很熟 毫无悔意 这些人 是否悔意 我认为太熟 其实他的案件已经很一段日子 很多在他身边来往的人 大家都招见口慢见面 熟下了也很正常 还有他熟得好像当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 是法庭 不用客气 是吧 离谱 好像来这里看电视 要不要给你炮谷汽水 最好 控方就读出了有关他们 他们落墨无悔的声明书 内容 可能他们自己 现在看回听回都觉得好笑 因为现在 法院方面 就很先进 有LED大熒幕 就是电视 在法庭里面 那个熒幕 其实是电视 就展示了受审的被告之一 周嘉诚 他的Facebook 出的贴文 就是关于什么落墨无悔 就是我签了 那些他们很喜欢 我签了 接着就加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说到好像很厉害 那时候 对于什么争取五大诉求 就很开心 一定 很开心 一定是要争取到 立法会的目的就是五大诉求 那他又吹大一点 就是说到五大诉求很厉害 那他们的支持者 又觉得五大诉求很厉害的时候 又告诉你 我进到立法会 就会争取到五大诉求 那这个雪球效应下 滚滚滚滚滚 他们就是黄圈 自己抱着滚滚滚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进入立法会 的机会就大一点 那现在看回是笑料 那王志峰 即见到周嘉诚 这个Facebook的帖文 他就看着和他一排的 坐在同一排的周嘉诚 即瞧着头 喂周嘉诚 你呀 你的Facebook 哈哈哈哈 哇哇哇 他在大喊 你瘋了 是呀 喂 你家吗 他很放肆 因为胆子很大 可能坐了太久了 觉得这些环境 都是见惯见熟 所以人都轻松了 王轻松了 不是王志峰 不是 你没有理由 你离谱 完全没有把犯人栏 视作犯人栏 你记得 你自己坐在犯人栏里 你是犯人 是吧 是 你不要搞错 那种态度 是相当之恨人憎的 跟着这些人 就是当来开派对一样 在法庭上 就播出那个傻佬 吴正亨 什么叫三头三不头的宣传片 就是他自己拍了一段片 有intro 有音乐 有音乐 我都说的 那时候看了 就觉得很厉害 就是说 这些就要投 这些就没有投 谁知道这个袁家蔚 孖寶兄弟 看到这段片子的时候 他竟然忍不住笑 可能很久没见 一看是笑料 低能 这么弱智 三头三不头 不要笑死人 就是为何我们那时候 就看见他这些 拿出来笑 你就说我们是什么 支持暴政 你自己又想出来 怎样笑 袁家蔚 你应该哭的 哈哈哈哈 现在才觉得自己 当初 当年是多么昂摔 所以就笑了 就是个个都争上位 或者想着政治抽水 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你现在看回 你自己就可以笑 别人那时候笑你们这些行为 你又说不行 是吗 就说我们正在抗争 什么 现在又不行 有没有搞错 你自己可以笑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 现在这个吴正亨 好像还押期间 就自己弄傷自己的手 不是被承教人员打伤他 那么有趣呢 有没有承教人员打伤他 他打伤他 就不然 好像在里面弄什么 健身 还是什么弄傷 这件事 是这样的 最过瘾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三头三不头的宣传片 是有音乐做Black Ground Music的 身边的冯达进 警战跟着这个音乐 一起摇一下头 还是什么 有没有搞错 当了戏院 这班人很轻松 完全没有压力 这班人都趁着等开庭的时间 也都不断向公众籍人士 例如做深深守 陈岳辉 和一些人做口刑 也有些被告趁着休庭的时间 就在犯人栏里面聊天 法官方面也提醒 大佬 法庭这里 并非用来给你们搞这些社交聚会 即是不要当来这里 好久没见了 冯达将 好久没见了 黄志峰 黄志峰 肥了漂亮了 听说你每周吃一次羊腩煲 正不正 黄志峰 有马蹄 有枝竹 有生菜 真是败肥秀 很正 你自己 快点叫人Patreon 就可以吃牛腩煲 不一定羊腩 牛腩也可以 什么鸡饭 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才是 对吗 他们当成为一个聚会 怪不得黄志峰 这么神心 走来听审 原来干什么 找人来吹嘴 一起 整班都是吹嘴 没有东西做 在还压的时候 因为黄志峰之前坐牢 现在是还压的 所以才可以吃羊腩煲 喝奶茶 鸳鸯 挺好的 生活很捨异 现在肥了 不错 肥之风 因为吃羊腩煲 会流鼻血 好像说吃羊腩煲 你吃得干燥就会 现在天气潮心应该可以的 会不会濕热 热啊 我不知道 不懂 不懂这些中医的东西 网友不妨一起留言说 我最怕他要煲仔饭 盆菜 还是怎样 官也提醒他们 记得不是社交聚会 如果干扰到聆讯 就要请他们来场 我记得是请他们来场 我看到有些媒体写 究竟你是否在玩玩 他说黄志峰听审的时候 十分投入 看到有些情不自禁 就在喊出来 嘩嘩嘩 就是这样 记得 就算请他们来场 还是将他们移到另一边的地方 也叫他们不要濫用这个权利 即是黄志峰这些 就不用拿票 没理由叫他们出去排队 这些是不需要的 可能移到其他地方 再继续隔着屏幕 隔着现场的音响设备 来听审 即是不能够让他们坐在 Live的现场 看审讯 所以这班人 即是黄志峰 究竟这个嘩嘩嘩 是博出位 还是真情流露 你说什么真情流露 也好 还是怎样 我觉得这些媒体 用词 就相当不合当 也觉得是 不应该这样 什么真情流露 完全是不尊重的 如果有其他人来旁听的 突然间 撥了声放屁 不好意思法官大人 我真情流露 所以放了屁 行不行 是不可以的 不行 有时候放屁 行不行 其实放屁 只要你不吓人 我觉得是 没有人知道 你不吓人 不应该会有任何效果 放屁 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反应 但是如果有些人脱褲放屁 那你就不行 那也不行 或者你真情流露 流眼泪 那你就可以 自己在喝喝 不要哭到鬼哭 那麽吵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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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 阿禅 戴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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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